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 Minecraft X8萬版 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進行遊戲 遊戲開始 遊戲開始竟然有這個耶 建立新世界 進行教學課程 還有其他世界 好多世界教學課程 進行教學課程 Minecraft教學課程 PC版都沒有的教學課程 這裡竟然有 我們立刻進行這樣 新手就是要看教學課程 正在啟動伺服器 我們到教學課程 Minecraft是一款可以讓你放置方塊 建立夢想世界的遊戲 千萬別忘了 在夜行動物出現之前 先蓋好一個七身之鎖喔 按下A繼續 現在使用 Rs即可上下 幾集四周觀看 上下 四周觀看 按LS即可四處移動 所以我就是要這樣四處移動 我覺得Minecraft這一個 X8萬版好像比較容易暈喔 如要奔跑 什麼快速往前按兩下即可 有嗎?這樣就叫奔跑是不是 往後 喔 倒車也這麼快 當您往前按住LS10 角色會繼續奔跑 奔跑到時間結束 或是食物消耗完畢為止 按下A繼續 按下A即可跳躍 會跳 唉唷 這是精緻介面耶 可以 可以把您收集到的物品 合成各種新物品 按下A繼續 若你已經了解 精緻物品的合成 按下B 若你已經了解 我不了解 我當然了解 我又不是新手 不過這個畫面我從來沒看過 我要繼續看下去 請使用 B LB RB 來切換 切換頂端的類型 鎖影 然後 鎖影標籤 並選取精緻的物品類型後 按LS選取你要精緻的物品 按下A繼續 精緻區會顯示精緻所需要的材料 按下A可精緻物品 並將物品放在物品欄中 請按下A繼續 這都是在看 都不讓我操作一下 看一下 它不讓我移動耶 欸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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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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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 我按了它也不讓我移動 顯示說明 精緻台可以讓你精緻出種類較多的物品 精緻台的運用方法 跟基本的精緻界面是一樣的 但您會擁有較大的精緻空間 讓你能夠 嗯 讓你能使用更多材料組合 按下A繼續 精緻界面的右下去會顯示您物品欄 這裡也會顯示你所 目前所選取的物品說明 以及精緻所需要的材料 按下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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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哪一種木頭 都可以精緻成木板 原來 這個四個叫木板 我一直叫它木材 木板可以當作建材 還能作為精緻出許多物品 精緻界面選舉 你該告訴我有什麼用 我按下X 哇 教程耶 橡樹木頭 我們選擇橡樹木頭 他們要開始了 我終於可以開始選擇了耶 哇哇哇 他終於讓我選擇了 我可以做武器工具 這個是願者上鉤 什麼東西啊 名字取得很好笑耶 火把 終界之眼 哇哇 名字好聽 看一下還有什麼 食物 南瓜派 這裡已經可以做很多食物了 這個也叫食物喔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烈焰棒嗎 合成烈焰粉嗎 他竟然沒有翻譯 丟寫英文 熔煙球 砂糖 控制桿 他竟然叫拉桿 名字不好聽 要叫控制桿才對 紅石火把 按鈕 壓板 黏性活塞 看一下還有什麼 鐵軌 就是可以做一些礦車 哇還有好多東西喔 還可以做很多顏色的羊毛耶 還有很多裝飾類的 想不到這個在裝飾類 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我們現在要合成 好多東西喔 我看完了 你沒有製造所該用的物品所需要的材料 左下角的方塊會顯示精緻所需要的材料 我只有 物品欄裡面只有幾塊肉而已耶 看來我得離開了 按住 L RT 可使用你的手 重點提示 你手中有物品的東西 用來開採劈砍 我現在可以 喔開採劈砍 按住砍下四個木頭吧 偶爾會 立石 偶爾會挖出打火石 他現在就叫我挖 偶爾會打出打火石這樣 這樣 你必須完成教學課程 砍四個木頭 我砍 他叫我砍四個木頭 我在揮動我的手 有沒有 按RT 可以揮動 砍下四個木材 偶爾會掉落樹苗 打樹葉就會偶爾掉落樹苗 讓你重新栽種 精緻成木板 可作燃料使用 欸 我的木頭咧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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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樹得樹 猛擊一棵樹木 直到出現方塊為止 咒樹得樹 咒樹 這個名字太好聽了 太好笑了 那花咧 咒出一朵花了 咒啊咒 這樣物品籃 我現在就可以看到我欸 我居然是史蒂夫欸 我的天哪 等一下他叫我 他說我打開物品籃了 又獲得成就了 請使用 LS移動游標 然後選擇A 我現在不能移動 他強迫我讀書 然後用A 撿起游標下的物品 如果游標下有數個物品 你將會撿起所有物品 當然你也可以用X 撿起剛好一半的物品 所以我最多只能撿起一半 是不是 咦我們按下A繼續吧 請把游標移動到這個物品 移動到另一個空格 然後按A放置那個空格 如果游標上面有數個物品 可使用A放置所有物品 但你若用X 將只會放置一個物品 哦 可以分別 分眠別類 當游標上物品時 如果你把游標上的物品籃 丟到外面 就可以丟棄身上的物品喔 如果你想知道某項資訊 只要把游標移動到蓋物品 按下RT就可以了 按下B即離開物品籃 按下 咦我現在拿起來了耶 哦 這樣子 這個叫像素後木板 小麥種子 橡樹木頭 花朵 所以如果你要拿一半的時候 你就要按X 它就會拿一半 那個 然後放一個 再控擺鍵就這樣 欸 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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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起來了 我幹嘛要分開放啊 不知道 快速移動 哦 有快捷鍵嘛 幹嘛那麼辛苦 就這樣 好了 我現在就是一個史蒂夫 等一下我還要學習怎麼丟一下 會拿起來 丟到外面 這樣就丟了 哦 就丟出一朵花了 OK好 現在應該沒問題了 我們現在還要精緻一下 精緻 我現在可以把木頭分解成木材 精緻 欸我精緻完了欸 然後 欸不是這一個 這一個 精緻 我也有精緻出來了 所以我 我這個根本就不用背什麼合成表 我直接用按的馬上就出來了 那麼爽 真的 這麼爽 太爽了吧 錄一下 出來了 好了 噔噔 我做出合成台了 來組成石梯 石頭磚塊 組成石梯 哦 是因為我看到石頭磚塊 所以他才這樣子講吧 那我現在要切換一下 物品來 哇 使用LB RB可以變更手中的物品 好了好了 我終於可以變更手中物品了 剛剛我明明就有收集到這麼多木材 木頭 他不讓我用 好了好了 收集了 按歪 他說按歪 開啟物品欄 按歪開啟物品欄 有了 我開啟了 開啟物品欄 有有有 噢 當你四處奔跑的石洞 攻擊 開啟 會消耗食物裂 如果你失去部分的生命值 需要九個以上的食物 會自動回復 按下A 只要把食物握在手上 即可吃下補充 直至全滿無法再吃 繼續 你的食物即將耗盡 你將失去部分的生命值 請吃下物品欄中的牛排 他叫我開啟物品欄 叫我吃牛排 叫我吃快速移動 好 我要吃牛排 恢復生命值 開始 不是用 不是嚕 不是嚕牛排 吃掉了 按下X金字介面 唉唷 許多金字過程包含好幾個步驟 現在你已經有幾片木板了 他說我有幾片木板欸 他說我做什麼 叫我做這個 叫我做 那我就做 金字介面 我應該要在這邊做才對 他叫我做這個 我就做 他還叫我做這個 我也做 好了 你有什麼不滿的 很快夜晚就快要來臨了 沒有做好準備 在夜晚出去是很危險的 你可以做好護甲保護自己 但是最實用的方法就是建造七身之鎖 這我都知道 附近有一個廢棄礦坑 你可以在完成建築 作為你休憩的場所 你需要收集好材料 你可以用任何材質方塊來 來蓋墻壁屋子 但你必須一個門幾個窗戶還有光源 你已經完成教學課程的第一部分 所以還有第二部分 要繼續教學課程請按A 若你已經覺得準備好可獨自遊玩請按B 其實我蠻想按B的 不過我們已經第一部分了 我們好不容易看完第一部分 這個教學在PC版都沒有 為什麼沒有 今天很開心的體驗一下教學課程 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個第一部分就到這邊結束了 下一部分我們下一次再開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